大家好,今天我用三颗鸡蛋一碗面粉做了小碗蒸面包 薛软好吃还拉丝,一点也不比外面买的那个差 做法也超级的简单 空碗中打入三颗鸡蛋,加三颗酵母粉,50克白糖,30克牛奶 搅拌均匀,加入300克面粉 搅成面屑,加入20克食用油 活成光滑的面团,移到面垫上多揉搓一会儿 揉出这样的手套膜,这是做面包的关键 再切分成三个面剂,取一个面剂搓长搓细 像视频中这样给它盘起来,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小碗中刷上一层油,放入面包胚 盖上保鲜膜一次性醒发两倍大 醒发好刷上一层蛋黄液,撒上点白芝麻 放入蒸屉,再次盖上保鲜膜 水开上锅计时蒸40分钟,蒙3分钟,出锅 小碗蒸面包就做好了 蓬松削软,还一层一层的拉丝 特别的好吃,一点也不比买的差 喜欢的朋友双击收藏试做吧 谢谢支持